先按一下進入Ctrl 設定溫度 先設定上壓熱桌的溫度 210度 下壓熱桌的溫度是 110度 回到主畫面 它會開始加熱 加熱完成之後 螢幕上會顯示兩個加熱好的溫度 現在將兩段不同顏色的線材 放入鐵弗龍管套中 感觸到兩個接合之後 等待加熱 加熱30日45秒 加熱完成後 兩個目前是融融狀態 現在必須等待一下 旋轉至冷卻作出 等待冷卻 現在可以開始塑形 行之後 將線材擠出 接合完成 將線材擠出 接合完成 壓熱管 壓熱輪的作用 是說 可以讓 有足夠壓力 可以讓線材 咬入 進入 這個導管中 然後呢 這個鐵弗龍 是讓線材可以很順利的 沿著這個東西 沿著鐵弗龍進來 現在裡面有一條紅色的線 我們現在開始模擬 淨掉的狀況 現在接入一條藍色的線 現在接入一條藍色的線 當接合點 通過淨掉的輪時 我們就可以不用扶持 線材就會自然的進入導管中 我們就可以把線材相當成功 一起去掉 先往討論 衝刃